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,存在着一个神秘的摩梭村落,它就是鲁姑湖,如果你想去溺江周边玩个两三天,那么这份三天三晚人均600鲁姑湖攻略对你一定有用,提前在斜程购买溺江到鲁姑湖的汽车票83,出发地点不一样,价格也会不一样,非自驾一般都会选择住在大洛水村,鲁姑湖客运站在这里,所以坐车比较方便,也是鲁姑湖畔最早开发的村庄,配套设施比较完善,第一天司机会按照预定时间提前 打电话上门接人,车程四个小时左右,中途司机会在金沙江停车,可以在这里吃点东西,上洗手间,鲁姑湖门票现场购票70,携程网络购票42,检票完可以步行去鲁姑湖观景台看一下鲁姑湖全貌,然后司机会把每个人送到酒店门口,鲁姑湖住的是青山青旅,三晚一共129,平均43亿晚,一楼是一个酒吧,还可以K哥,八人间阳光充足,卫生也比较干净,洗漱区在走囊,环境有点暗,公共卫生间凌玉, 二楼木制结构不隔音,晚上会听到三楼的走动声,放下行李在一楼吃了老板亲手包的饺子,二十,收拾完行李去鲁姑湖逛逛,出门左转的第一个巷子进去,走路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到鲁姑湖,或者可以住在胡思茶屋国际青年旅社,出门就是鲁姑湖,这是我11月4号去的鲁姑湖,游客非常少,气温也不能不热,可以走路去大陆水码头, 彩色的猪草船非常适合拍照,也可以在湖边喂喂海鸥,顺便买一袋面包10块,第二天喂海鸥,晚上非常幸运的遇上了本地魔术人的婚礼,体验了不一样的篝火晚会,第二天六个人包车还鲁姑湖,昨天来鲁姑湖路上,我们车上六个人和司机商量,第二天六个人200包他的车还湖,人均35,早上9点还湖第一站,坐猪草船130,往返大概一个半小时, 拿出昨天买的面包,可以当早餐,也可以喂海鸥,体验海鸥,四面环绕,也可以看一下传说中的水性洋花,行程会上王飞岛,不过因为口罩原因,岛上博物馆没有开放,对面是亲爱的客栈拍摄地,私人民宿不允许参观,每个码头的游船线路不一样,我上次是上礼物彼岛,第二站是走婚桥,感受一下摩梭人古老而又神秘的走婚习俗,还可以打卡一大片金参参的曹海,然后就进入四川鲁姑湖, 第三站是四川情人滩,这里有很多网红拍照打卡道具,第四站是卢元崖观景台,上面有一大片金帆飘动,第五站里隔半岛观景台,卢姑湖最出名的观景台,可以用这个望远镜看到里隔半岛房子里的人,估计收费系统故障可以免费看,第六站云南情人滩,湖边有几颗情人树适合拍照,下午三点返城回亲女,用16个小时,太累了点了个外卖,这里的外卖选择有点少,点了一份炸浆面, 和老奶洋芋22,第三天睡到自然醒,悠闲的在大陆水村逛逛,主街道没什么人,很多店铺也关门了,这里每天晚上有摩梭传统沟湖晚会,门票30,因为参加了摩梭婚礼就没有去,中午随便找了一家餐厅, 卢姑窑,点了一份摩梭炒饭,就是蛋炒饭加了一些酸菜,味道一般,然后在卢姑湖畔慢悠悠的走走停停,享受卢姑湖的慢节奏,碰到第一天见过的两位老奶奶非常热心的和我聊天,晚上去了阿三火堂小南开家,常常摩梭人的马帮烧烤和祖母吐锅,还有这杯情人的眼泪, 亲女老板带我们去的人均30,第四天早上出发回丽江,回程车可以联系之前来卢姑湖的司机,或者提前一天在协程购买汽车票